現在要搭船回去停車場啦 鑽川峽遊船 回程 那秋天我決定把飯店退掉啦 反正訂一間房也沒屁用 就是以後秋天 我的團旅客就帶來鑽川峽 遊船就可以了賞風嘛 那住宿的話可以 一樣的錢可以住更好 你看一個人日幣2萬2 我覺得他只有1萬5 1萬6的價值 他1泊20次的蝦子也是鬆鬆的 軟軟綿綿的 那個感覺就是不新鮮的蝦子 成這樣 好 超飽 City 超飽製的 在唯磯上